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争里头 过去这段时间 曾经乌克兰急急败退 后来美国终于通过了 它的原物预算 然后欧盟有好几个国家 也开始提供了 包括F-16 二国者飞弹 而这个礼拜F-16到了 所以对乌克兰来说 它终于可以开始防御它自己 但同一时间对它有一个坏消息 是美国的五角大厦 在2023年11月底 就开始进行一项调查 他们援助乌克兰的武器里头 总计有6,220万美元的物资 被上报 正式官方上报为失踪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 预测的讯息 是乌克兰正式上报为失踪 而这个失踪是什么情况 是为什么失踪呢 俄罗斯马上就在这里头 加油添出的解释 说这是乌克兰的腐败 他把它卖到了黑市 而这个黑市是流向哪里呢 它不是流向任何其他地方 它就流向欧盟 你们这些国家的恐怖分子的手中 它可能性太小了 为什么 因为这里头包括了夜市仪 标枪 反坦克导弹 还有弹道发射装置 如果要卖也可能是卖给像 士利亚这种国家 这种国家不会是卖给 比如说 但是乌克兰不会卖给士利亚 所以不会去卖给其他的 我们所讲的欧盟的这些恐怖组织 埋伏了以后的恐怖分子 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 但是为什么会失踪呢 为什么武器会不见呢 对美国五角大厦来说 他马上批评俄罗斯所散布的消息 不只是不实 而且毫无任何的证据 但对他们而言 乌克兰的腐败是必须要好好面对的 但是本周对乌克兰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一周 就是F16终于到了 自2022年以来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超过11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但根据美国国防部 督察长办公室一再追踪报告 截至去年11月底 在美国提供乌克兰的军事物资中 总计有6220万美元的物资 被上报为失踪 他们去了哪里 2024年1月 美国国防部提出了正式报告 指出远处乌克兰武器跟丢的设备 包括了叶石仪、标枪、反坦克导弹 和导弹发射装置等 报告中表示 负责为乌克兰提供装备和培训的 美国驻乌克兰防务合作办公室 无法确定这些物资是丢失 被摧毁 还是被转卖至不可告人之处 俄国的说法则是多次散布美欧公屋武器 已流入黑市 并夸言一旦他们落入恐怖分子之手 将让不稳定的局势更加动荡 但西方媒体对于俄罗斯的说法 并未引用 质疑这是乌克兰的敌对国散布的谣言 而美国官方也否认了俄罗斯的消息 英国金融时报则在 2022年7月15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 北约和欧盟国家正积极推动 如何有效地追踪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防止犯罪集团将这些武器走私出乌克兰 并且流入欧洲黑市的严重威胁 当2023年10月 拜登政府提出原外军事预算案遭到卡关 美国国防部的这份调查报告 引起高度关切 当我来在那时 他们说那有没有 的指挥军用安法写 eBay 移动到乌克兰 那还在说 写市的努力 我所说 在我说 照样的工作 我们还没有 继续没因此挥军用 而与两次提出的进行 这就是大部分为我们的工作 我们追求保障 而我们还要求更新 的方法 的益情 和的效果 和我的意思是 在我的意味道 在这个 援助乌克兰军事预算一直到2024年4月 美国参重院才终于通过 年到6个月 援助乌克兰的金额达600亿美元 其中至少有80亿美元 用于向乌克兰重新供应飞弹和弹药 5月美国国防部表示 浙江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额外弹药 更多的次征防空飞弹和高机动火箭炮系统 Since 2022, Congress has directed more than $113 billion in aid in four packages to Ukraine Aid to Ukraine is a misnomer The phrase implies that all of the money is going to Ukraine but in fact about 60% of it is sp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ore than half of the appropriated aid is allocated for U.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weapons contracts including U.S. military equipment to replace what was sent to Ukraine weapons contracts and services and additional U.S. forces in Europe to support NATO The non-defense spending includes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help the more than 6 million Ukrainian refugees and relieve global economic disruption economic support for Ukraine's government to make up for lost revenue from the war and war-related funding for other U.S. government agencies Our report shows they're making progress but they're not meeting any of them fully At a higher level of delinquency correlate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risk that something bad could happen, right? And so that's why these requirements exist 德國也向烏克蘭提供了價值107億美元的武器和裝備 英國則有57億美元 丹麥52億美元 荷蘭41億美元 根據德國經濟部表示 截至2024年6月18日 德國政府今年以批准價值74.8億歐元的武器出口 到2023年上半年增長了約30% 其中近三分之二的武器 約48.8億歐元 是出口到烏克蘭 德國政府在5月31日 步上美國後塵 同意授權烏克蘭使用德國提供的 遠程打擊武器 攻擊俄羅斯境內部分目標 對於因部隊人力和弹藥貧困 而在戰場上遭遇挫折的烏克蘭軍方 意義重大 打擊在烏克蘭的衛隊上 支撐了保守生活 同樣支撐進行的考慮 很 Casino, 做法 empires, 作词,作词,作曲 混音 广告